唐詩詠早前出帖 說準備了一份禮物7月送給媽媽 不少網民猜她是否要宣布和馬明的戀情 甚至閃婚 這日馬明出席宣傳活動時 就說不知道詩詠準備了甚麼禮物 我沒有問,我未有空問她 因為我這陣子也是開工 但我都聽到她這件事 我想要問她才知是甚麼 我相信應該不關我 這份禮物應該不關我 但我想知道是甚麼 因為她說得很神秘 但我沒有問 在我們鐵馬兄弟節目群組裡 亦都沒有問 我想留給她自己公佈 至於月頭是詩詠的生日 馬明有沒有和她慶祝 沒有,我們一群都沒有 而且她現在都開工 因為我現在開工 都看到她們的外景正在開 紫善和她是同一部劇 我想短期內未必有時間 和她們的兄弟再吃飯 看看遲些再約 看看一群兄弟姐妹 再夾錢買一份禮物給她 我都期待她7月那份禮物是甚麼 我都想知道 violence 免燃 80東